今天影片是一個特別企劃 因為我上網看到很多人做這個400次咖啡 我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又想挑戰一下 但是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不知道行不行 現在我們準備了即溶咖啡粉 然後砂糖和水 我把它倒進碗裡 然後用打蛋器瘋狂地打400次 看看能不能做到效果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 先加了咖啡粉 然後加差不多1比1的砂糖 然後再加少許水 好 那就開始打了 咖啡味很香 現在不是過了很久 我想大約過了4-5分鐘 但是我感覺到我這隻瘦 已經沒有任何的知覺和感覺了 只是在那裡搖 不行 很累 我要相信我自己 還有要相信上網說的方法 我想說其實我是不喝咖啡的 我做這杯是打算給我媽媽喝的 還有其實我家是有電動的打蛋器 但是我就想試一下 究竟手動是不是真的值得 所以呢 究竟還有多久 看不看到 開始成形了 好開心啊 我覺得是可以的 等我打多 打多100次就可以了 好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形態呢 它是開始 會有紋了 開始稠了 就應該是OK的了 時間關係呢 我已經準備了冰和牛奶了 嘩 這個400次咖啡 都算是成功的 雖然這裡旁邊有點漏 但是呢 它也是挺身的 整件事好美啊 雖然我覺得旁邊這裡 還有少許咖啡未打勻 但我已經手軟了 但是呢 特別是看這邊 是不是很美啊 我當自己成功了 嗯 試試看 試試看 怎樣 它是那些泡泡的質地 它不是那種奶蓋的 它是 甜甜甜的咖啡味的泡沫 嘗嘗 嘗嘗那些油奶 嘗嘗 你嘗嘗 怎樣啊 我會喝啊 大家都可以一起嘗嘗挑戰 手殘的人 都應該做到的 是累一點的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片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片 同時是六更三天 同時是日更下午12點 對了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特別企劃的話 給多點鼓勵我 那我就可以多點拍給大家看 那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啦